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整体大盘收盘是上涨0.3% 最高冲至6871点 那至此的话 澳洲股市也终于在美国股市之后创下了2008年的最高点 那么未来呢 我们预计澳洲股市很有可能将会冲上7000点大关 所以呢 在降息之前 我们投资者对于澳洲股市应该要有着充分的信心 那么澳洲以外地区 中国方面呢 昨天上阵指数上涨了0.4% 深圳方面轻微上涨0.24% 沪深大盘指数上涨0.2% 欧美股市呢 却并没有像亚洲盘这样强劲上涨 英国 法国 德国平均的最少跌幅约为0.8% 德国呢 下跌较多 达到了2%之多 美国方面因三大指数到琼斯纳斯达克和科技指数呢 分别下挫大约是0.2%至0.5% 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呢继续维持在1425至1430的高位 石油价格终于从56美元的底部反弹至现在的58美元 上涨呢 大约有2美元之多 数字货币比特币目前价格也依然维持在9500上下 那么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先来聊一聊一个非常流行的话题 就是呢 最近有很多客户和朋友都在问我 澳洲股市呢 目前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如今在这么高的价格 我们很多的客户呢 心里都非常的紧张 担心它会随时下跌或者回调 所以很多客户都来问我们 现在价格这么高 是不是还能继续涨 还能继续买 没错 我们知道呢 澳洲股市在本周 已经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周 几乎每个星期都在上涨 所以现在的价格对比半年前 或者是一年前相比的话 其实涨幅是相当惊人的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跟大家说到呢 有的时候上涨也好 下跌也好 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原理和背景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手中持有了投资产品之后 才不会心慌 涨的时候可以拿得住 跌的时候呢 也不会害怕 那我本人呢 对于澳洲股市主要有两点看法 特别是在寻找下一个投资产品时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大的方向和政策 什么政策 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澳洲从6月降一次息 7月再降一次息 那么在未来的6到12个月之内 将很有可能继续降两至三次的利息 因此只要降息 目前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结束 澳洲的股市就可以继续保持强劲上涨 也许涨得不会那么快 那么多 也许到7000点附近会有一波5%的回调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到6个月之后 12个月之后再来回头看 那个时候的价格一定会比现在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方向和大的政策 有了大的方向和大的政策之后 我们心中就会有底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找 有什么行业或者有什么股票 是值得还有投资机会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的诀窍呢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股市已经达到了6800点 但是我们可以寻找一些行业 一些股票最好是大盘或者龙头 但它的价格却等于之前5500点 甚至于5700点的价格 也就是说现在的股价 实际上是等于过去半年 甚至于一年之前的价格 这一类的股票 未来的上涨空间 将会比现在已经充滞历史最高的那些股票 要好得多 所以在昨天也有朋友问我 这个澳洲电信现在还能不能买 我的意见是呢 现在的价格对比半年前上涨太多 作为大盘股 涨了40%之后 在后面的半年 它不可能再涨40% 因此例如像澳洲电信这样 已经上涨很多的股票 其实我们应该考虑呢 暂时不要再去买 所以那么现在有什么板块 有什么行业的价格 是处在之前6000点 甚至于5500点的价格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板块 就是金融和银行板块 不妨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价格 比如说四大银行 除了CBA这个联邦银行价格是80澳元以上 其他的三家银行价格都在30澳元以下 那么30澳元的价格其实是2015年的价格 所以说这三家银行 其实在过去的三年非但是没有上涨 反而股价是下跌的 要不是因为有他们高额的分红 相信投资者会亏损的更多 而在这三家银行中 GoMarkets我们一直推崇的呢 就是相对来说盈利较好 但是股价又偏低的国民银行 所以国民银行的股价 在未来我们估计呢 还有不小的上升空间 如果我们看它过去十年的价格 实际上它的合理范围呢 是维持在30到35澳元 而现在的价格28澳元 对比30到35 其实还有10%到30%的股价上涨空间 再加上它6%的分红 那么一年下来的综合回报率 将会非常之高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 虽然说我们看到大盘指数 现在是创下了新高 但是我们可以找那些板块 那些行业依然是在半年前 或者是一年前的价格 这些板块这些股票 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收益 好了再聊一下第二个话题 就是有关外汇方面 就是特别是我们看到呢 英镑的价格 自从他们选出了新的首相以来 英镑非但呢是没有上涨 反而是不断下跌 而且是无底线的下跌 很多朋友问我 这个英镑到底有没有底呢 我个人的意见呢 很有可能英镑还会跌 为什么选了新的首相之后 英镑还会跌呢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首相 叫强纳森 他对于英国退出欧盟政策 以及态度 对于和之前的首相 特雷沙相比有巨大的不同 他现在明确强调 如果不能和欧盟 在10月31日之前达成协议 他将带领着英国 无协议退欧 那么这个无协议退欧和之前的谈判 有协议退欧的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应该说是巨大的 我们知道之前首相特雷沙 一直想和欧盟呢 就一些比如说贸易 关税和一些重要领域 即便是想英国退出欧盟之后 依然享受着之前的条件和政策优惠 这个是他想一直达到的 但是多多少少 很多是没有达到 但是就算是没有达到 那也要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吧 一旦是无协议退欧 那将会意味着英国将会作为一个全新的国家 第三者和欧盟就关税和贸易 重新按照欧盟以外的国家来做条件 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我们投资 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 之前美国和中国的关税的争议 相差5%到10%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说能不能英国就欧盟达成以前 他们的协议和现在的无协议退欧 对于英国的经济来说 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那么这也是投资者现在一直在看空英镑的主要原因 就是担心英国真的是无条件退欧之后 对于英国的伤害会非常大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我始终觉得呢 即便是英国脱离了欧盟 就算是最差情况 无协议退欧 但是英国的经济也不至于到金融危机 或者说它搞到经济崩溃 所以说英镑现在价格就算跌得再多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很有可能将会是以后的一个投资机会 比如说现在今年 从今年年头到现在 英镑已经跌了15%了 那么它一旦反弹 它反弹的力度和空间也会非常厉害 所以呢 我们这个英镑现在当然是不要去抄底了 但是一旦它确认反弹 在一些中长期的信号上出现了上涨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将会有非常不错的回报率 所以今年下半年 我们投资者在外汇产品上 可以重点关注英镑的反弹 以上就是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今天的内容 欢迎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